我現在用楊芯麻去看《女校長》這部電影 今天是我自己第一次看 拍完之後 我真的很感動 我覺得真的很感人的電影 看完之後我自己覺得個人非常舒服 雖然是哭 但是一種充滿盼望和很溫暖的哭 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才突然發現原來我是大奸角 很久沒看過一部這麼有熱誠的電影 《女校長》的故事的確是感動了我 原來還會有人犧牲自己的一些很高身的職業 去幫助社會上最弱勢的一群 首先我要很感謝《女校長》 給她的機會我演繹她 令人生裏面的生存價值是什麼 生活意義是什麼 我自己本身也是很喜歡看真人真事的故事 因為最真實也是會最感動人 我覺得除了感動之餘 帶給觀眾的正能量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現在香港其實很需要正能量 我會給小孩子的很純真 或者很那種正能量感動到的 這部電影裡面每一個演員都演得非常之好 以及用很真的感情演出 五個小朋友的一套非常之好 五位很出色的小演員 但他們懷著一顆很真實的心去表達給大家看 尤其是如果你有小朋友的話 就會更加明白到小朋友需要的是什麼 以及自己的小朋友是多麼幸福 我是覺得老師和家長的信任是需要好好地去保護和建立 那麼我們的下一代就會有一個很完整很完善的成長環境 我覺得這部是一部良心電影 近年難得的一套真正用愛用生命去感染每一個人的本部電影 亦都很欣賞導演拍了一套這麼用心製作 即是看一套真的可以看一套電影 可以看到那套心在這裡其實是不容易的 我希望多些片商多些投資者去發掘這些題材去拍電影 在這個商業社會上都很需要這一份精神和愛護 希望香港電影接下來會多些有熱誠的本土電影 希望大家會入場支持 大家記得捧場 希望大家都會支持 好看好喜歡 誠意推介 你們不能夠錯過 真的要入電影院去支持這部五個小孩的校長 不單止是自己看 是可以跟老師和小朋友 推介給所有教育界的朋友看 我們對她的一個鼓勵和尊敬 希望大家會喜歡五個小孩的校長